有两个和尚,一个很贫穷,一个很富有。 有一天,穷和尚对富和尚说, 我打算去一趟南海,你觉得怎么样呢? 富和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 认真的打量一番穷和尚,经不住大笑起来。 穷和尚莫名其妙地问,怎么了? 富和尚问,我没有听错吧? 你也想去南海,可是,你凭借什么东西去南海啊? 穷和尚说,一个水瓶,一个泛波,就足够了。 富和尚大笑,说,去南海来回好几千里路, 路上的艰难仙族很多,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我几年前,就准备去南海了, 等我准备好充足的粮食,医药,用具, 再买上一条大船,找几个水手和保镖, 就可以去南海了。 就凭一个水瓶,一个泛波,怎么可能去南海呢? 还是算了吧,别白日做梦了, 穷和尚不再与富和尚争承植, 第二天,就只身踏上了去南海的路, 他遇到有水的地方,就乘上一瓶水, 遇到有人家的地方,就去华山, 一路上尝尽了各种艰难困苦, 很多次,他都被额晕,冬江, 但是,他一点也没想到过放弃, 始终向着南海前进。 很快,一年过去了, 穷和尚终于到达了梦想圣地,南海。 两年后,穷和尚从南海归来, 还是带着一个水瓶,一个泛波。 穷和尚由于在南海学习了许多知识, 回到寺庙后成为一个得高望重的和尚, 而那个富和尚还在为去南海做各种准备工作呢?